《民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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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來啊 这天晚上 一位游客在徒步途中 突发心脏病 生命垂危 连龙村民和救援队 深夜进山 展开营救 救援人员赶到时 突发心脏病的游客 已经不幸离世 这次意外事故 让村民们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本来就不景气的 盐龙旅游 可能会因此雪上加霜 8月 一场数十年不遇的超强台风 登陆浙江 引发特大洪水 盐龙多处农田道路被毁 道路的损毁 让盐龙的旅游业更加低迷 除了尽快修缮 他们还需要想出别的法子 中秋之夜 村里的青年人正在进行童老风暴 五年前 村里成立了青年基金会 每年重粮节 他们都会组织敬老活动 今年 他们决定把活动 扩大为上千人的大连欢 来吸引游客 重振阎龙旅 没事 你明天那个话 也觉得是愿望成功 好吧 谢谢 为了抢救虫害肆虐下的樱桃树苗 季康雄拉着父亲 不定期给樱桃树喷药 樱桃种植并没有它之前想象的那样轻松 半年多来 这些树苗的维护管理成本 已经超过了树苗本身的价钱 每两个星期 季德兽就要从水田里 捞一些小鱼 作为娃娃鱼的美餐 好 再有一条 挺领复的 长大了一些 再又有一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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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炸得挺好的 四个月以来 娃娃鱼已经适应了阎龙的气候 长势喜人 好 这条大 好 这条大 哦 这条大 好 这条大 好 这条大 为了服从统一安排 延龙村为振兴旅游 而策划的重阳大联欢取消了 最终他们决定 为村里的老人 过一个简单而纯粹的重阳节 重阳节是10月7日 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 为了能让更多在外工作的 年轻人回来 重阳活动被提前到2号开始 济世宗祠 始建于宋礼宗年间 一度被大火烧毁 后于明代重建 祠堂正宗的古戏台 是延龙村身份的象征 传说只有出过近世的村子 才能拥有戏台 重阳活动的焦点就集中在这里 每到重阳 作戏三天 已经成为延龙保持了五年的习惯 作戏之前 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环节 接菩萨 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 这天村民们要用轿子 把菩萨抬到祠堂 邀请菩萨们一起看戏 把菩萨安顿好 老人们也陆续落座 延龙村的大戏就开场了 这天村民们也陆续落座 有什么东西 这天村民们都会从来 小邱厅宁 老人们都会从来 小邱厅宁 来自我 小邱厅宁 在那儿 暂停 8 起来自我 后来自我 当来自我 在那儿 越南 中心 要新西 会出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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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2點 季小鐘等人就開車去批發市場 為當天的重陽晚宴 準備食材 現在東西老人在這個山區 很少吃到 我們就挑最新鮮的 最好的給老人吃 給老人吃就是給我們自己父母吃 能不最好的嗎 有種吃的手吃 有明明的 有明明的 起了嗎 你電話呢 你電話去吧 走 走 走 你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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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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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轻人都是青年基金会的成员 也是这次活动的志愿者和出资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普通打工者 收入不高 但因为他们的踊跃征华 基金会如今积累了数额可观的活动经费 年轻人一边忙活着 老人们就开动了 他们已经习惯了年轻人的服务 重阳当天基金会出资给老人发红包 60岁以上老人每人100元 90岁以上老人每人500元 很多老人说 一定要努力活到能领500元红包的年纪 在阎龙村老人享有很高的地位 年纪越大越受尊重 人那一辈子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那个钱是挣不完了 我认为生活能过得好 把老人把它抗住 这就是好 众孝道是阎龙人的传统 而现实的生活压力 又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父母 在外谋生 重阳活动当天 来来往往的车辆 诉说着阎龙人心中的纠结 他们盼望着村庄早日发展起来 守在父母身边就能挣到钱 重阳过后就到了秋收的季节 重阳过后就到了秋收的季节 如今 盐龙已经很少有年轻人会干门活了 只有老人们还固守着这片土地 对老人们来说 亲近土地和亲手施梦庄稼 带来的满足感是无可替代的 盐龙今年的收成不错 村里的达米鸡日夜不停 为盐龙人生产的餐桌上最重要的食物 重阳过后盐龙又恢复了平静 旅游开发也陷入了停滞 而十几年前就把全部理想和身家 压在旅游上的技巧中 此时成为了盐龙村最胶着的人 平时开个同学费一样 他是这样子 那些同学这样子问我 你为什么都在上去呢 当时我就叫你们出来 跟我一起去床 你一直都在上去的 对吧 所以说我一直 那个时候我一直在这个上去 想把这个撑 搞扶起来 但是到了现在 还是带得不起来 季晓中认为 自己的农家乐生意不好 主要原因是档次不够 吸引不了高端客户 他决定不再犹豫 要借助银行贷款 来打造自己的高端民宿 听说邻村这家民宿停火 他专门跑来参观取经 是管家吧 你好你好 客房的话 全部在这边12个房间 有12个房间 对 一到这儿 季晓中就发现自己来错了 这家民宿的日式风格 和盐龙格格不入 而这里的投资成本 更让他暗自心惊 在哪里我就找不到 对啊 这样的一栋投入是多少 总的投入是1200万左右 季晓中给自己的民宿 设定的投资上限是300万元 而且他还要为每年产生的 30万贷款利息而绞尽脑汁 好的 那我们再去参考一下 那你来参与 投资了1200万 那你一年的收入是 还是一直在亏损的状态 这次参观让季晓中越发沮丧 去银行贷款 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妻子建议离开盐龙 去镇上开一家小店 还能照顾在那上学的孩子们 该何去何从 他一时难以抉择 没有生意的时候 季晓中夫妇就去镇上 看望孩子 因为盐龙没有学校 两个孩子为了上学 只能住在镇上的外婆家 像我女儿从幼儿园中班开始 一直拖 拖到现在 他说别人家孩子都是父亲 母亲代就我留在老师家 这句话是让我真正的伤心 我们明天没时间陪你来 好吗 明天早上一大早上一大早上去 你自己照顾好 我说你没办法 你选择的爸爸妈妈 跟别人的爸爸妈妈不一样 他说哦 好吧 他说我有舍才有得吧 儿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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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 季晓忠夫妇 在张罗一桌丰盛的晚宴 他们选择继续坚守阎龙 家乡的青山绿舍 就是他们的信心和希望 毕竟在这里浪了这么几年 万一我们走了这个旅游一开放 我们这个不是错过了司机吗 盐龙虽不富裕 但村里人的团结有干劲 远近闻名 这是因为盐龙人遵循传统 重视亲情 每年的冬至 盐龙的既是子孙 就会带上最好的饭菜 到祠堂祭祖 中府祠堂是我们那个 一个家族里面的歌 他说人就是不可死在外面啊 最后把古妃啊送到祠堂里面来 分个故里嘛 把人心啊就凝聚在一起 这个是起很大的作用的 正是这种凝聚力 给了基德兽信心和动力 他相信 只要村子有了长期稳定的致富途径 漂泊在外的既是子孙 就能回来重聚于此 高兴化的村子 就能重新热闹起来 希望还是有的 那个发展好了 这个一代一代一代的人 只有一代比一代好 这个是我 走 把股和肩扛那條 冬至過後 吉康熊再一次到山上 查看櫻桃樹 大王要好多了 現在那個有新的地方沒有 這都是以前那個 一蟲子吃掉的 開花百分之百能開花 因為那個急不急過呢 這個就看明年了就是 冬天的櫻桃林 內斂中孕育著希望 最近那個發現就是天氣冷了 它吃的東西 吃的應該少一點了 有些那個冬米那個感覺 娃娃魚進入冬年 養精蓄銳之後 明年春天會進入快速生長期 兩條 長大了 你看我蝦瓦都有 我給你買一個蝦瓦 蘑菇靈子 對 這裡有好幾年了 一時會找不到 找靈子還是挺厲害的 回家 回家 腳下堅守的這片土地 不僅能給沿龍人 帶來安穩的生活 還經常有小小的驚喜和歡樂 第二年春天 櫻桃樹結果了 娃娃魚也到了生長最活躍的季節 村委會新建的房古辦公樓建成啟用了 通信公司的信號塔在深山裡建起來 有了手機信號 徒步遊客的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政府部門也正在考慮打通隧道 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 對這裡進行適度開發 嚴龍人期待的旅遊致富 正逐漸成為現實 車中文在馬避民旅行 暴走到處 對動聲 插到場面